嘿大家好我是艾溜 非常久不見我有很多話要跟大家說 但是我們先討論一下KD6月15號的那場比賽 6月25號東區季后賽第二輪 籃網對上公路隊的第五戰 在這系列開始之前 宇宙網被外界預渡會橫掃公路隊 只是大家沒想到Harden-Kairi 在季后賽接連受傷導致兩隊2比2平手 現在進入第五戰籃網主場 籃網三堅客剩下一位 假如籃網輸了下一場公路主場 公路主場勝率過去幾年都非常高 可以說籃網被淘汰的機會非常大 宇宙網可能被這樣拆禍 第五戰開始 Kairi上一場扭到無法上一場 Harden雖然上場了但他明顯不健康 完全沒有切入動作 3分4準15連連 公路隊這邊則多點開花 比賽上半場公路隊領先17分 正當公路隊開始輕鬆打 以為勝利已經到手的時候 Kairi下半場上帝上升 角出31分 全場角出49分 17籃板 是主攻 成為MV歷史紀錄賽地位 45分以上 15籃板以上 是主攻以上的球人 我可以說現在Kairi是全世界最強的籃球人 用作為客觀的數據 Gamescore來看這場比賽的話 Gamescore是這樣算的 這場比賽甚至是NBA季后賽歷史最高的幾場 Gamescore分數 超越Kobe生涯最高 Gamescore的季后賽比賽 2008年4月23號 對上金塊隊的49分 是注重4籃板 超越LeBron生涯Gamescore最高的季后賽分數 2009年5月20號對上魔術隊的49分 霸注重5籃板 甚至他超越Jordan生涯最高的Skim score的分數 1992年4月29號對上 熱火隊的56分 無注重5籃板 你可以說KD Gamescore 54.4分的這場比賽 在整個NBA75年歷史 只有兩個人季后賽表現 比我們看到的KD表現還好 一場是俄翰Barkley 1994年5月4號 對上勇士隊角出的56分 14籃板 四注重 拿到Gamescore 52.6的成績 另一場是Dame Leather 今年6月1號 對上金塊隊的55分 四注重6籃板 拿到NBA歷史季后賽最高 Gamescore 55.9的成績 可以提的是 NBA季后賽 Gamescore最高的五場比賽 只有Leather受球 其他場都是贏球 我想說現在的NBA很好 沒有比90年代差 競爭還是很激烈 還有Leather該轉隊了吧 謝謝大家 比較自身的觀眾 大家已經發現 艾妹從這個頻道已經消失一年多了 我現在也終於決定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有些觀眾之前就猜到 就是艾妹不是我的妹妹 大概在一年前吧 我跟艾妹遇到了一些事情 艾妹現在已經沒辦法拍片了 我們之前的影片收益也都用在醫療費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這一年來沒有拍任何影片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